阿鸭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就在除水桶里面 阿鸭将自己的身体紧紧地贴在水箱壁上 一动不敢动 就在这时 他听到供水房的门慢慢打开了 紧接着有人慢慢走了进来 尽管他的脚步很轻 可是鞋跟处的钢钉 偶尔还是会踩在地面上 发出清脆的钉钉声 是阿梦 因为阿鸭知道 只有阿梦穿的是这种鞋子 阿梦发出一阵极为诡异的笑声 银森至极 阿鸭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笑 更不知道他来这里干什么 阿梦笑声刚落 水箱外面就传来一阵熟悉的四喇声 见过还有液体滴在地上的声音 阿鸭顿时毛骨悚然起来 因为这就是小鱼撕开自己肚皮时发出的声音 阿鸭刚想喝止阿梦 却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黑影 站在自己面前 那是一个被拦腰斩断的人 恐怖的是 在他的盆骨位置上 竟然长着一颗鲜血淋漓的人头 把我拔出来 那人头微笑着说道 这笑容在此刻竟然带着说不出来的惊悚 快点 后面还有人等着呢 阿鸭哆哆嗦嗦站起身来 鬼使神差般 阿鸭伸出了颤抖的双手 用力地将自己面前的那颗人头拔了出来 出乎他意料的是 他把人头拔出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居然长出了胸膛和手 那个人一下跳到阿鸭的头上 随后又一跳 跳到了水箱外面 阿鸭突然醒悟过来 他这是要跳下去砸断阿梦的腰啊 他的心如坠冰枯 因为他突然想到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如果他们跳出去需要人帮忙的话 那么小鱼死的时候 待在水箱里帮他们的是谁 而且现在水箱里一个活人都没有 那是不是说明那个人也死了 而自己是不是也要不那个人的后尘 水箱外面传来一阵令人胆寒的咀嚼声 还有阿梦的惨叫 在阿鸭身前又出现一个人 他正死死地盯着阿鸭 你是他俩的同学吧 我能闻到你身上有他俩的味道 你 你是谁 我就是张松啊 你应该已经知道 这个供水房被停用的原因了吧 因为当年在这里杀了我的 就是那个富二代 他躲在监控摄像头的死角里 引诱我走进供水房 然后在里面将我杀死分尸 从那以后 他就一发不可收拾 将这个废弃的供水房当作自己的据点 在里面不断地杀人 现在他借着杀人积累下来的杀气 已经变成不人不鬼的东西了 张松用十分轻松的语气这样讲着 好像在讲别人的事情 看著我